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 但一礼书第六章的第十八节到最后 大利物王被迫 把但一礼丢到狮子坑里面之后 十八节 王就回了宫 中夜进食 吃不下饭 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 他真的茶不思饭不想 心中也很忧愁 并且整夜睡不着觉 次日黎明 王就赶快起来 急急忙忙往狮子坑那里去 临近坑的旁边 哀声呼叫但一礼 对但一礼说 永生神的仆人但一礼啊 你所常侍奉的神 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但一礼就对王说 愿亡万岁 我的神猜遣使者 就是天使 封住狮子的口 叫狮子不伤我 因我在神面前无辜 我在王面前 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王就圣喜的 吩咐人赶快将但一礼 从坑里面拉上来 于是但一礼从坑里被拉上来 身上毫无损伤 因为信靠他的神 感谢赞美主 王就下令 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一礼的人 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 扔在坑中 这是根据这个波斯马代人的法律 在以示铁记也是一样 这个一家的知足犯罪 妻子儿女一起都要受罚 然后呢 他们就被丢到坑 尸子坑中 还没有被丢到坑底 才刚丢进去 还在半空中 尸子就太饿了 饿到受不了 要跳起来抓住这些人 然后呢 咬他们 咬碎他们的骨头 因此怎么样 并不是这个 狮子前一天晚上 肚子很饱 所以不想吃蛋以理 当然也不是狮子 这个咸蛋以理 八十岁 太老不好吃 都不是这些原因 因为是神差派天使 封住了狮子的口 让狮子 没有来伤害蛋以理 但是当王把这些坏人 丢下去的时候 哎呀 狮子已经饿了一天了 就立刻怎么样 飞扑上去 把这些食物全部咬死 那时大力乌王将子 小玉住在各方 各国各族的人说 这很像之前 尼布强尼撒也做过一样的事 现在我要将子 小玉我所统侠的全国人民 要在蛋以理的神 面前占尽恐惧 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 他的国永不败坏 他的权柄永存无极 他护辟人搭救人 在天上地下 施行神迹其事 救了蛋以理 脱离狮子的口 如此 这蛋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 和波斯王赛鲁士 或是古列在位的时候 大想亨通 其实二十八节要表达的就是 这个大力乌王跟波斯王 这个马代王 这个大力乌王跟波斯王 古列王是同一个人 然后呢 这个蛋以理就大想亨通 被高声 今天的故事真的太让我们感谢神 真的是蛋以理 他从年轻十几岁 就坚持不妥协真理 不放弃他敬拜真神的权利 因此就算面对死亡的威胁 他仍然不改变他的态度 那蛋以理呢 从年轻的时候到年老 真是常常就是这样 一天三次 祷告敬拜神 然后呢 没有改变 因为他已经这个习惯这么多年了 所以他的敌人都知道 蛋以理 他每一天 都是这样敬虔的 祷告敬畏神 那我想其实 当连敌人都知道 你是一个敬畏神的时候 那你真的很可能 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主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主我们真的是 唯有先忠心于神的律法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忠心于 在这个世界上的职场的侍奉也好 对国家社会的公民责任也好 对家庭的责任义务也好 我们唯有先忠于神的律法 我们才会忠于我们在家庭 在职场 在国家社会里面的角色跟责任 主啊 蛋以理给我们最好的榜样 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在小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才能够忠心 求主恩待 谢谢主 求主帮助 当我们每次想要坚持真理的时候 求主怎么恩待蛋以理 你也同样恩待我们 使我们不断经历神 也叫二者羞愧逃跑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